齊美市違章拆除大隊派出怪手施工 一爪一爪拆除红色的轉掛房 施工的地點就在土城中央路二段177項 从施工的位置来看 已经占据了整条巷弄 当地园林里里长蔡皇帝表示 巷弄狭窄被拆除了屋子 其中一角就影响到行车动线 对我们这个中央路二段177项 这个路中间的突出物 当然不是一个违建 是所谓的突出物 市长的行动治理在公所办理 那我就跟市长在当场 我们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是不是市府透过相关的单位 来协助理 来针对我们这个177项的突出物 进行某种的改善 林里长表示地主的土地 不能算是占用陆地 依法也缴纳税金 而负责和地主沟通协调的 还有新北市员林津杰表示 实际上地主相当为难 许多年前盖房根本没有都市计划里的道路用地 随着时代进步 当年盖在田里面的房子 到了现金 反倒是影响车辆通行 索性地主善意沟通 开桥铺路做功德 建筑法还没有颁布实施之前 在农地上面都可以建构 自己盖自己的房子 所以说这个是应当 虽然没有取得这个使用 这个使用权状跟所有权状 但是它还是认定合法的房屋之一 那所以说这个拆除 只要这个屋主同意 那么所有的费用 由这个新北市来这个拆除的费用 这个屋主是不用出任何的一毛钱 我们还是感谢屋主 这货被拆的老房子 算是当地潮信居民的Kigay Chu 被拆除当下 里长透过脸书留下记录 并且感谢屋主一家人 因应都市变迁 愿意无偿做出让步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土城采访报道